目前是說明年2月15號要開始 希望他不要再往後延 實際上是造成大家非常多的困擾 因為每次客戶都已經一直來問到怎麼準備 都要準備開始申請了 然後對方又說他又要往後延 這邊有可以看一下Custom Union它的嚴格 他其實這個idea從1995年就開始了 一直拖拖拖拖到現在過了20年 將近20年他終於要開始實施了 實際上在前兩年我們就一直都有聽說 俄羅斯他要換新系統 實際上俄羅斯他的新系統 如果你是mechanical的產品 他的確上已經實施新系統 叫做TR 然後如果你是這種 資訊類的產品 他本來也說要先實施TR 再換成CU 那TR就是Technical Regulation CU就是Custom Union 那TR其實就是俄羅斯境內自己用的東西 Technical Regulation 那Custom Union就是三國共用的東西 那本來本來啦 我現在說我是本來 本來俄羅斯是針對資訊類的產品 他希望先實施Technical Regulation 然後等到Custom Union開始之後 再來實施這個Custom Union 但是因為他TR自己內部也一直拖 拖到最後Custom Union都要開始了 所以他TR針對這個資訊類產品 TR整個就取消 所以現在資訊類的產品等於是說 從GOS 直接就跳到Custom Union 就沒有 中間本來應該有個叫做Technical Regulation的過渡 但是現在整個把它取消 然後可是如果是mechanical的產品 他現在還在Technical Regulation裡面 那現場希望沒有mechanical產品的客戶 那這邊啊 其實這個歷史嚴格最重要的 大家就是看一下最後一項就好了 就是你們現有的COS R證書 可以用到2015年的3月15號 那其他前面就是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應該也大家對這個歷史嚴格可能也沒有什麼興趣 那他變成Custom Union之後啊 他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LVE 就Safety部分 那一個是EMC 那LVE的部分呢 什麼樣的產品才在這個scope裡面 這邊就有寫得很清楚說你要直流75到1500的 那交流這個50到1000的 那跟跟剛剛澳洲有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什麼樣的東西是不在這個管控範圍裡面的 軍火類產品 現場應該也沒有人申請這種軍火類 那MEDICAL的啦 或是什麼VC這些什麼的 或是還有甚至還有NUCLEAR的 這個NUCLEAR真的是只有Russia這種國家 他會看得到這個字眼 怎麼還有盒子設備這種東西 然後呢 如果是這個LVE的產品呢 他將來要申請的時候 他就是各位需要準備的文件 在這個表其實各位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要準備的文件 你在你會以及你要準備Label的時候 你在產品上 在包裝上 以及在使用手冊上 又列上什麼樣的資訊 那實際上呢 我也可以跟各位說 他換了新系統之後 其實什麼都一樣 就是Logo不一樣 對 那當然價錢我們目前還不確定 他會怎麼收費 只是說 你現在申請GOSLA的資料 你只要一模一樣的產品 你將來就是申請這個新的mark 這個ESCmark 那ESCmark這邊就有列上這個 這些這個尺寸的要求 就是你起碼要有5mm之類的 那EMC的部分呢 什麼樣的產品是要申請 在EMC的管控範圍裡 什麼樣的產品 是不在EMC的管控範圍 那他這個ESCmark 其實就非常的廣泛 等於是 你只要帶電的 通通都要申請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以後只要帶電 通通都要申請 因為你的產品 即使你 即使你不落在那個LVE裡面 你只要落在EMC裡面 你就要申請這個CU證書 就是其中一個符合 你就要來申請 不是說兩個符合才要申請 那如果這個EMC 符合這個EMC regulation的設備 在Label準備的時候 需要有哪一些 需要準備哪一些 放一些什麼資訊在Label上 那在其實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你們去仔細做個比較 就只有在User's Manual 這個欄位裡面 針對安規的部分 他把他那個資訊拿掉而已 那實際上 其他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符合EMC這個Category的 你也是要掛上ESC的Logo 所以以後其實非常的容易分辨 像這種以後像USB當勾這種東西 以後因為他符合EMC 所以各位以後都要是你CU證書 所以換句話說實際上 這個CU系統實施之後 他的管制範圍其實反而是變大了 那這個LDEEMC regulation 他就是 他就是強制的 我剛剛很說他強制範圍 不只是強制 反而變大 那他的發證方式實際上 他有兩種東西可以發 一種叫做證書 一種叫做宣告信 那左邊那一張就是證書 那你可以看得上 看得到那個左上方的Logo 也已經變成ESC的Logo 他將來的證書就會長這副樣子 那右邊那張是這樣 然後呢 如果說是ESC的證書呢 目前我們知道 這個校期 一般都可以發到五年左右 那也是比現行的GOSR好 因為GOSR現在校期13年 那我知道 有一些發證單位 還會發出那種一年或是兩年的 但大部分的客戶 拿到的GOSR證書 應該都是三年的 然後如果是發這種證書的話 就是可以由供應商來做申請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右邊這種Decoration的話 他也是五年校期 但是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要Local Import才能申請 然後我們 而且就是變成說 你要申請Decoration 也不是說你想申請Decoration 就可以申請了 是你剛剛不在前兩樣這些 in scope範圍裡面的東西 你才可以申請Decoration 那Decoration因為他很麻煩 他還要Local Import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信系統實施之後 目前看不出來 有哪個客戶會需要申請Decoration 應該是沒有才對 除非你真的是生產特別特別 就是很特別需求 有特別目的的東西 你可能才會申請 他會需要申請Decoration 那Decoration除了Local Import之外 這個Local Import 據我們所知 因為在目前 在這個CU還沒有申請之前 有一些產品是要申請Decoration的 比如說電池 Battery Pack 那你申請Decoration 你除了要Local Import之外 這個Local Import 他要提供非常多的資料 什麼business contract 然後提供一些非常detail的東西 發證單位才能發證Decoration 那我們目前知道就是 常常Local Import 不願意提供這麼仔細的資訊 給發證單位 所以只要是申請Decoration的案子 一般都會拖到 要不然Gauss 它其實是非常容易的國家 我想各位申請過這麼多案子也知道 你只要文件寄出去 短天數內它就會發證 所以 將來不用申請Decoration也很好 電池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Auto Scope的地方 在這邊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產品叫做電池 它以後 就是不用申請的東西 它就不用申請 就是 就會被取代 就只剩下的理由 就是這個意思 有 就是 像我們現在電池 不是強制的 不是強制要申請Decoration 那你的意思是說 到2013年那個之後 Cross就完全被取代 電池是一個 是的 是的 所以以後電池在2013年之後 是不會被管制嗎 沒有 它照這個 照這 你看照這段紅色的話 看起來 其實電池應該要去申請Decoration 才對 但是實際上 我們也有聽說 電池是可以不用被管控 所以這方面我可以去幫你做確認 所以電池的部分還是會 目前的部分 它如果就算要做會做Decoration 不會做CU證書 對 那的確是 從2013年2月15號開始 CU實施之後 Cross就被取代掉了 那Cross等於只會發到 2月14號 那你2月14 2月14號發的 它最後發的那個Cross的證書 你就是只能用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2015年的3月15號 所以不管你是 要嘛你現行的Gross證書 要嘛你就是用到證書上面的效期 因為每張證書上面 它都有一個有項期限 要嘛你就是用到那個有項期限 要嘛就是你用到2015年的3月15號 它就只有這兩個選擇 那2月15號之後 明年2月15號之後 一律都是發CU證書 那CU證書就是 三國通用的 所以你不管是跟俄羅斯 或跟俄羅斯 或跟哈薩克 境內的哪一個發證單位申請 你應該都要三國都可以用才對 請問一下 之前Cross會有要求 要提供ERGO的報告 現在都不可申請 所以要提供ERGO報告 那現在CU需要提供這樣的 技術文件嗎 要 對 對文件的要求是一樣 只是說證書換了一張 那CU其實因為它目前也是還沒有實施的東西 那已經講了這麼多年了 那希望這次真的就可以實施下去 那實施之後呢 會不會有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啊 這是其實很多就是要等到它實施之後才知道 只是說目前我們得到的消息 就是你一樣的文件 一樣的要求 這些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換一張證書 那證書上 證書的效期也反而延長這樣 所以它在這個 2015年前來講的話 屬於算是一個過渡期 新舊Logo都會有 新舊Logo都會有 新舊Logo 是的 對 你只要拿得出你有效的證書 你那個Logo就還可以繼續用 不要在市面上被查到的時候 你證書拿不出來就可以了 對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客戶 我相信一定也會有客戶 對 那CU的部分其實就是做這個簡短的介紹而已 因為實際上它跟GOS真的沒有存在非常大的差別 那沒有更多問題的話 我們要跳到下一張烏克蘭囉 烏克蘭它從去年1月1號開始 是2012嗎 不是今年 對不起 今年 對 去年1月1號開始 實際上它就已經開始 跟各位說要申請BOC這種東西 我相信各位應該都聽過 那它從 它從今年1月1號開始 它所有本來強制的那個 Safety的Safety 它其實已經取消了 但是說到這個取消 其實各位聽起來很開心 但是我們後面會講到說 它雖然Safety取消了 但是實際上它還是半強迫的 要 半強迫 客戶要申請這個Safety證書 那為什麼呢 等一下會也稍微仔細一下 我們現在的烏克蘭 它的發證 它有兩種 一種就是 這邊看到第二點 Technical Regulation System 那這個Technical Regulation System 發出來的東西叫做Decoration 那一種就是上面第一個寫的 Safety證書 那Safety證書 它的發證系統叫做UkaraSafety 但是它發出來的證書 可以有兩種 一種叫做UkaraTest 一種叫做UkaraSafety 那我們也被客戶問過 這兩種證書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解釋 它雖然都是Safety證書 但是它有一點點的不同 效用是一樣的 不過它實際上有一點點的不同 然後呢 我剛剛為什麼說這個 申請Decoration之外 發證的會還半強迫 客戶要申請Safety證書 因為呢 如果說各位只申請Decoration 那Decoration它的中間有一欄 叫做Standard 你如果只申請Decoration的話 它那個Standard的部分 只幫客戶填上 那個European的Standard 然後不是烏克蘭的Standard 是歐規 不是烏克蘭法規 那烏克蘭 他們就說 如果你這個Decoration 只填上歐規 你的產品是可以進 烏克蘭沒錯 但是你不能拿出來賣 這整個就是 有點張笑偉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 它願意幫你把Doc上面的Standard 改成烏克蘭法規 就是你產品 再多申請Safety證書 所以它等於就是 半強迫客戶 這個Safety證書 也要做申請 那除了 除了你如果不申請Safety證書 除了它這個Doc上面 只幫你放歐規 不放烏克蘭法規之外 它另外還說 你的這個Logo下面呢 你也不能掛上發證單位代碼 然後如果說你的產品 你將來在海關出問題 它也不會出面幫你做解決 但是如果你另外申請了Safety 這個證書呢 你可以放上他們的Logo 放上他們的代碼 那你將來產品出了問題之後 它會出面幫你做這個Safety Safety問題這個動作 所以說來說去呢 就是Safety證書還是做得比較好 那我們看到第二頁這個上面 我們就有寫上這個 它說什麼 你如果申請Safety證書 有什麼優勢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些 對啊 你除了可以 不但可以進口 還可以賣你的產品 你可以放上發證單位代碼 那你如果產品出了問題 你發證單位會出面幫你 做這個溝通協調的動作 那這個烏克蘭的Logo呢 它目前看到的 目前強制的其實是右邊這個 TR DOC Mark 就是圓圈不是完整的 下面發證代碼是001 然後左邊這個Safety的Logo 直接上下就不強制了 你如果有申請安規證書 你要掛上這個Logo 當然也可以 那這個Logo的話 看你的安規證書 跟誰的申請 下面的代碼會不一樣 那目前啦 因為這兩個Logo 長得非常的像 大部分的客戶 就是只掛上右邊這個而已 那烏克蘭 它有HIGENIC approval這種東西 那所以這邊也可以 跟大家簡單的做一下介紹 我們HIGENIC 烏克蘭HIGENIC approval 實際上 如果你是資訊類的產品 那是不用做申請的 這邊就有寫出 只有DAP AV Telacom Light 這些東西要申請烏克蘭的HIGENIC Pro 但是它這些也寫得非常的大象 實際上東歐國家 你要去問他 這個產品要不要做 最準最準的 就是給我們那個海關稅責碼 那個就是可以問出最準的答案 如果可以給上海關稅責碼 加上照片或是Safety報告 那更好 因為大部分的東歐國家 它的Meditary List 都是根據這個海關稅責碼 在做管控的 那如果說你的產品 很不巧不要申請HIGENIC approval的話 實際上就是同一份文件 就可以去順便申請HIGENIC 它就是沒有特別在額外要求的東西 然後這邊我們就要解釋到 這個UKRA TEST CELINICATE 還有UKRA CEPRAL CELINICATE 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邊有三張證書 大家可能可以看一下 我們以前申請的烏克蘭規證書 都是中間這一張 就是中間這一張 那中間這一張 它叫做UKRA CEPRAL證書 那它的效期呢 是CP發證日開始算三年 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有沒有很深刻 因為所有的國家 就只有烏克蘭 它的發證效期是這樣在算的 CP發證日開始算三年 那我們曾經甚至說 CP已經發超過兩年了 那個案子被對方退 因為他不願意發 他說我發了 那效期就連一名都不到 他就退你這個案子 一定要你去順便CEPR 他才要發這個CEPR證書給你 那左邊這一張呢 UKRA TEST的證書 它現在就有點有點像 有點藍色的 那它的證書它是 它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沒有有效期限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使用方式 就有點像是我們CP證書一樣 就是沒有有效期限的 那這個UKRA TEST的證書呢 就是只有UKRA TEST的 這個發證單位可以發 那UKRA TEST的 它也是發DOC的單位 所以我們現在TOV 跟UKRA TEST做合作 那發的Safety證書 就是現在是看到 我們看到左邊這一張 不但沒有效期 那這個Safety證書 發出來之後 它這個Safety的號碼 會列在DOC上面 那有客戶來問說 這兩張證書有什麼不一樣 實際上除了效期不一樣之外 這個UKRA TEST的證書 它UKRA TEST這個發證單位 它兩種證書都可以發 那兩種證書都可以發 當然是幫客戶發左邊這一種 應該沒有人想要選中間這個 因為它有效期限的控制 那如果是其他發證單位 它只能發UKRA TEST的證書 所以如果你們的客戶 給你的證書是中間的這一種呢 它應該就不是去跟UKRA TEST做申請的 因為烏克蘭境內的發證單位 也不值一家 那實際上你說在海關啊 或是在身邊湊茶的時候 這兩種證書有什麼樣不同的效用 它的效用是一樣的 你只要證書有效 它都承認 只是說差別就在UKRA TEST的證書 它沒有效期 那你如果說我們 像我們TOP跟UKRA TEST做合作 你一定要它發這種證書 當然也是可以 只是說 看不出來這種證書 它的benefit在哪裡 跟左邊那張做比較的話 看不出來它的好處在哪裡 然後這個右邊呢 就是這個DOC 那DOC就是 它的申請 其實烏克蘭的申請也是非常的容易 如果你的產品 不是Telecom產品的話 如果只是EMC跟安規相關的話 也都是用PAPER就可以申請出來的 那LEAT TIME的話 目前大概二到三週左右 也就是基本上文件準備齊全 那該填的表格都寄出去的話 也是 但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還沒有被Challenge過問題 基本上也是文件送出去 就可以等到利探到了 它大概就會把證書發給你 那烏克蘭它是 它要填的表格 是有稍微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們TOP內部 基本上就是 如果客戶有給我們那個 CP報告 EMC報告 那我們都會幫客戶 把該填的東西填好 不會審空白表格給客戶 不讓客戶 不曉得哪個地方該填什麼 因為東歐國家很多表格 它都雙語的 看起來就是很亂 所以如果說 透過我們申請的話 那 如果是雙語的 那也有給了基本的安規報告 我們都會讓客戶 先把這些 該填的東西給填好 那烏克蘭部分 就是除了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 這兩種證書的差別 以及 雖然現在只有DOC強制 但是安規證書 它還是半強迫你要申請 這就是 其實簡短的說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客戶說 他只要申請DOC 也有 有一個客戶 那他真的是DOC上面 中間這個standard 他就只列上EU的 他就沒有列上烏克蘭本身的standard 那其實我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聽說 這個客戶的產品 被卡關啊 還是被檢查出來說出問題啊 什麼的 其實目前我們自己也是沒有 當然你有可能 他東西根本沒賣進去 那烏克蘭部分 還有沒有 左邊的費用會貴很多嗎 還是差不多 不會啊 費用是一樣的 費用是一樣的 對 只是說因為我們現在烏克蘭是直接跟發證單位合作 那當然發證單位 他當然就是一定是介紹我們最好的 所以是發這種證書 那據我所知啊 因為烏克蘭他很多 很多agent都可以幫忙發烏克蘭證書 那如果說agent他已經有長期合作的烏克蘭發證單位 可能不是這一家的話 不是這一家的話 那就只能發出這種證書 那發出這種證書 也不是說他沒有效 他最大的缺點就是他那個效期 稍微短了一點 就所以我們以前在申請烏克蘭的時候 如果是中間這種證書的話 都會建議客戶 你最好CPE發出來 立刻來申請烏克蘭 這樣你的效期是最長的 那現在有了左邊這種證書 就基本上沒有效期的這種煩惱 左邊這種證書 基本上你只要standard有效 你這樣證書就一直有效 那也沒有年費啊 什麼這種問題 大部分的東歐國家 都不存在年費的問題 那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部分 那下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針對這個 這邊看到的三國 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因為在三國 剛好在最近 都有一些變更的地方 那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那個科威特 科威特今天會特別拿出來做 介紹呢 是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 那個SGS 他的資格已經被取消了 他核發科威特的證書 的資格被取消 只能受理到9月11號 那也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如果說 你們要去跟SGS 身體科威特 應該要不行才對 如果他還在發 那就是偷發 對 那所以就是基本上 所以今天才會來 把這個科威特拿出來 跟大家再做一下介紹 那申請科威特 他其實非常的容易 這邊都有跟客戶 這邊都有列到說 你要申請的文件啊 你要準備的文件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會發一張這種 T.E.R. T.E.R. 其實就是一張註冊註冊聲明 那發了這個註冊聲明之後 如果你真的要出貨了 你發了這個註冊聲明之後 基本上你拿這一張 應該就可以跟你們的客戶交差 那如果說最後你們的產品 真的要進官了 要真的要把它運到科威特去賣了 那就要去做這個 Preshipment Inspection 那做完這個PSI之後呢 再發一張T.E.R. 那T.E.R. 才是證書喔 前面那個T.E.R. 他只是一個 Restation 最後那個T.E.R. 才是證書 那就是這個T.E.R. 就是在海關會被檢查的東西 那目前其實 他這個 這個註冊流程其實跟SASO 就一模一樣 因為SASO也是這個樣子 先Restation 然後出貨之前要做PSI 那真的要出貨了 還要發一張COC證書 他整個流程是一樣的 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真的做到第二步驟 PSI跟第三步驟 其實很少啦 大部分的客戶都是申請第一步驟 就可以跟班人交差了 因為我們可能很多大廠實際上 他想要掛很多的Logo 他想要拿到很多的證書 但他不見得真的都會賣到這些國家去 那如果說科威特 不管是科威特或是SASO 或是那個奈吉利亞這些國家 如果說各位有需要的話 因為大部分的客戶如果有申請科威特 一般就會再申請SASO 對那這些國家都是TOV 目前可以自己發證的國家 利探非常的多 那文件要求也非常的容易 所以就是歡迎各位來跟我們做申請 那我們在這個剛剛那個倒水的地方 我們放了一些brochure 就是針對這些國家做一些介紹 那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話 都歡迎把那個brochure給帶走 那下一個要介紹的是韓國 那韓國的話 他在7月1號開始吧 已經就是分家了 就是本來的 本來的KC KC Certification分為三個部分 就是把 Safety證書 需要工廠檢查的Safety證書 還有不需要工廠檢查的Safety confirmation 以及多了一個第三樣Self decoration 那什麼樣的東西需要做到Self decoration Self decoration就是自我宣告 那自我宣告的話 你要怎麼做自我宣告 很容易啊 你只要有下面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自我宣告 你這個產品就不是強制要去申請 不用一定要去放一張證書出來的東西 那下一頁就可以看到這個列表 不好意思是簡體字幕 就是你們的產品有在這些裡面 就是符合自我宣告類的產品 那實際上呢 如果是IT類的產品 好像大部分 我們常做到的啦 好像大部分也都不在這裡面 很不巧的是 我們 大部分 有做到的產品 都是上面這兩樣的其中一樣 所以這兩樣的其中一樣的話 就是 還是要去跟Casey 那個Corea Benefit 他會做申請 那還是要記得Sample去做申請 這些都是不便的 那其實最 其實他最特別的就是他Safety跟EMC分開了嘛 因為以前是Safety跟EMC在同一張證書 那現在你Safety要申請Safety的證書 EMC要申請EMC的證書 那 可以在同一個發證單位做申請 你也可以分開做申請 因為他是 現在是分開的證書 那如果說 客戶已經 長期以來有特別合作特別好的發證單位 可以幫客戶兩個一起做的話 那很好 那客戶如果說長期以來 有合作不同 關係都很好的發證單位 你也可以把Safety跟EMC給分開做 但是他的那個Logo啊 就是他的韓國的Casey Mark 他現在就是統一了 那你在一個Casey Mark下面 你就是掛上兩個Number 一個是SafetyNumber 一個是EMCNumber 所以韓國其實 他7月以後主要的變動 就是Safety跟EMC分開 那Safety部分多了一個STOC STOC的這個item 那Logo就是 統一一個Logo下面掛兩組代碼 這是他7月1號之後最大的變動 那除了這些之外 他的文件需求啊 Sample這些都是造舊的 Sample還是要送去測 目前到韓國 目前韓國都是還是要送Sample去做測試 那我這邊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就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它是 其實這是這個消息也是最近才得到的 那今天就是把它訊給大家 他從明年1月1號開始增加了三大類的強制產品 那這個三大類的強制產品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這個list也是網站找得到的 那其實這個三大類的強制產品跟各位息息相關的啦 應該應該也就是Adapter這一類 對在這邊這個Adapter 那目前看這個是這個是大象Adapter 那這邊就是在針對這個Adapter做解釋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是各式各樣的Adapter 明年1月1號開始馬來西亞都要強制這樣 然後他除了Adapter之外 他還有另外的兩大象 一個是按摩機 一個是冷氣機 那這兩大象可能跟現場的客戶可能就是 關係比較疏遠一點 跟大家最相關的應該就是這個Adapter的部分 那雖然他增加了Adapter 不過實際上他的文件需求 跟其他之前做的其實都是一樣的 還是要有logo import 那什麼agri報告啊 該有的東西都是一樣 那你做完證書之後呢 還是另外要去做那個申請label的流程 這些都不變 他就是只加上這一大類 改變就是改變在這個管制範圍變廣 這樣 那其他怎麼樣申請啊 什麼label 申請之後還要再去買label啊 這些都是一樣的 對 對 馬來西亞是這個樣子 馬來西亞你申請證書之後啊 你們的local report 或是你們當地的那個 local report 或是當地跟你有跟你有做這個業務連 生意聯繫的這個公司 他要去買 他要再去跟這個發證單位 買這個label 然後每次進口 在進口的時候貼在那個 產品上面 是產品上還是包裝上 你說那個label嗎 對 我目前聽到的是產品上 不過如果是包裝上的話 我可以去問一下能不能貼在包裝上面 因為實際上馬來西亞 應該所有的發證單位 能幫客戶做到的 都是到這個certificate 這個部分而已 那事後什麼買label啊 還是說 他好像有兩條路啦 一條就是買label 貼在label上 貼在產品或是包裝上 那另外一條路就是 你可以邀請馬來西亞發證單位的人 去做FI 但是這條路應該沒有人會走才對 真的太麻煩了 所以後半部怎麼做呢 當然我們就是 因為不是TOV 或是其他發證單位 會幫客戶做到後半部的部分 但是 但是實際上 後半部的這個動作 一樣是有當地的發證單位在做的 所以可以去問出這個消息 是的 是的 對 那我的部分呢 就到這邊 那我們最後呢 現在要歡迎我們那個 謝玲玉小姐 她就是針對這個日本和LED類產品 因為也是7月1號開始強制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日本專家 謝小姐來介紹一下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謝玲玉 我英文名字是美 那可能之前有在電話上 有跟各位就是有交流過 但是就是可能面對面也不太認識這樣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那可以交換一個影片這樣子 那今天呢就是針對日本的部分 我為各位介紹一下LED 在今年7月1號開始 那所有LED的燈泡跟燈具都列入在日本的電安規範裡面 那針對這個部分呢 等一下我會說 我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解說 那首先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然後呢